本欄目由康维塔特约赞助播出 为您和你的家庭建立养肥充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 我是裴函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驻斐济大使前波接受本台专访 第五十届新西兰国家农业展盛大开幕 今天新闻中我们还将关注到 美国出尔反尔 无视共识 优先中美贸易战 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6月15号 本台记者团队赴斐济采访拍摄 中国驻斐济大使前波接受本台采访 就当前中匪关系 经贸人文领域交流与合作 以及太平洋岛国地区形势等话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 目前中匪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 2014年习近平访问了 斐济重要的旅游城是NADI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建立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对太平洋岛各国都有援助项目 尤其对斐济基础设施 包括桥梁和公共交通等 另外还有农业医疗等方面 那么自从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之后 在过去的两三年间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应该说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也就是说各个国家 我们都有一些重要的援助项目 在斐济这边 我们为斐济建了两座桥 这两座桥对于改善当地的交通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也向斐济提供了200辆公车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标志性的农业合作项目 大大的改善了它的粮食生产 我们还对斐济的一些能力建设 在医疗领域 在治国理政方面 我们都给他们提供了 很多的能力建设 自从我们两国建立 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后 中匪关系取得了场主的进步 旅游是斐济的一大支柱产业 中国游客数量也在飞速增长 中匪之间旅游合作前景广阔 斐济虽然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但是基础建设和旅游服务 目前还不是非常的完善 这也给中国企业对斐济经济合作 带来了很大的空间 中匪之间的旅游合作前景也是非常广阔 我们是它去年或者说近年来 增长最快的一个市场 我们免签证之后 应该讲对中国游客到这边来 还是提供了一些方便 我们中国人过去有一个标语叫高高兴兴出去 平平安安回来 所以我们从外交为民 执政为民 外交为民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个角度 就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 只要我们中国公民 甚至我们的华人同胞 需要帮助 我们中国使馆都一不容辞 中国和斐济之间的合作是全方位的 近年来 斐济对华出口增长快速 中国也是斐济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除旅游外 还包括经贸合作 执法合作 卫生医疗等方面合作 在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下 相信两国会紧密合作 造福两国人民 中匪的这个 两国之间的这个互补性还是很强的 应该讲 这个两国的经贸合作 也是不错的 尤其是在投资领域 这个今年第一季度 这个两国的经贸 这个贸易啊 这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三十度 应该讲 这个我们跟斐济的这个合作是全方位的 我们把太平洋岛国地区 作为我们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 南向的延伸单 海上四周主的延伸单 所以这个 我们也高度重视 我这个作为 驻斐济大使 我对我们这个中匪关系的发展 是有期待 而且抱有很 很强的这个信心 前波大使表示 希望新西兰TV33电视台 能够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客观全面积极报道中国的发展变化 为增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与友谊做出积极贡献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第五十届新西兰国家农业展 在汉密尔顿盛大开幕 这一展会作为南半球最大的农业综合企业展览 每年六月份都会在新西兰举办 为期四天的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家商家 和13万多人次的关注 2018年6月13号 第五十届新西兰国家农业展会 在汉密尔顿盛大开幕 新西兰总督 新西兰国家农业协会主席 共同为展会剪彩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Winston Peters 和汉密尔顿市长Andrew King 等众多嘉宾一同参加了开幕式 这一展会作为南半球最大的农业活动 每年六月份都会在新西兰举办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家参展商 和十多万人次观展 新西兰国家农业展 为新西兰的农业和初级产业 提供了一个国际市场 向世界展示新西兰最好的农业产品 同时也为国际参展商提供强大的平台 向新西兰和世界推出其优质的农产品和服务 展会现场不仅有农业遗产博物馆 让人亲身体验和深入了解 原始的怀卡托农村地区丰富多彩的生活 还有各种互动区域 充分让家庭和孩子也参与到展会中去 昨天是新西兰总理杰辛德尔丹的预产期 然而新西兰第一宝宝并没有如期诞生 总理表示有可能进行人工催产 宝宝出生后 她将会和自己的伴侣一起亮相 宣布宝宝的最新情况 杰辛德尔丹表示 她不可能等到自然生产 不过还是希望能够顺其自然 杰辛德尔丹预产期为6月17号 她准备休6个星期的产假 她表示会和公众分享好消息 也会和家人共度私人时光 在总理休产假期间 副总理Winston Peters会代理职务 负责政府的日常运行 杰辛德表示 她相信一切都没有问题 据了解 新西兰民众对这个宝宝十分热心 有广播公司举办活动 邀请民众一同猜宝宝的出生体重和性别 猜中者有机会赢得奖金 杰辛德表示 宝宝出生后 她将会和自己的伴侣一起亮相 宣布宝宝的最新近况 6月15号 美国政府不顾中美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 再次发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美国政府这一举动 严重侵犯和损害中国合法权益 随后中方发布反制措施 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 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 中美磋商带来的和平氛围还未散尽 美方公然抛弃来之不易的共识 玩起反复无常的变连游戏 在此背景下 中方不得不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过去三个月来 双方谈判团队穿梭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 力图解决分歧 实现双赢 中方在谈判中表现出巨大诚意 同意在两国恪守不打贸易战这一前提下 扩大对美进口 此举既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 对美好生活物质的需要 也能够帮助美国创造就业 呵护来之不易的经济复苏 五月份的华盛顿磋商中 双方同意停打贸易战 在六月初最近一轮谈判中 双方就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磋商共识 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 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 守护磋商成果 关键在于两国恪守不打贸易战这一前提 笃定相向而行 然而美国政府抛弃中美双方共识 与15日对华抛出5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 持续近三个月的中美贸易摩擦 因美国再度背信契约被拖到打战的边缘 与四月初美方公布的初步清单相比 中方这次的反制速度更快 不到六个小时即公布对等反制清单 比四月初的那次要快约两个小时 反制力度更强 涉及美国产品659项 包括农产品 汽车 水产品 化工 医疗设备 能源产品等等 比四月初的106项产品数量多范围广 反制目标更加准确 列出了关税清单两个序列以及实施时间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 但美方出尔反尔 为一级之力背信契约 悍然挑起贸易战 不仅失信于两国民众 也令正在或将与美国打经贸官司的国家彻底失望 美国商会 全美零售联合商会 美国大豆协会等组织纷纷发表声明 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实际上是对美国消费者征税 美国大豆期货降至九个半月以来的最低点 反映出全球市场对中美开打贸易战的普遍恐慌 中方还注意到 美方发表声明表示 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 美国将继续追加额外关税 对此中方可以负责任的用两个始终不变回应 即中国采取同等规模 同等力度反制措施的态度始终不变 中国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坚决捍卫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与意志始终不变 无论美方下一步会做如何动作 中方的态度与立场都是一以贯之的 面对美方挑起的贸易战 中方已经做好足够准备坦然应战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批准对华500亿商品加征关税 中方进行同等规模回击 受中美贸易战影响 亚太股市周一开盘走低 纽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下跌趋势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 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 中国立即出台同等规模 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 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同时失效 美国农产品期货盘中急跌 美国大豆棉花跌出超过2%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决定 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 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 其中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 自2018年7月6号起实施加征关税 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 受这一影响 日经225指数开盘下跌0.2% 报22806.57点 东正指数下跌0.3% 报1784.37点 澳大利亚相关指数跌0.13% 报6085.80点 新西兰指数早盘下跌0.16% 报273.09点 同时新西兰元对美元 对澳大利亚元均下跌 对欧元上升 达到1.6732外汇在亚洲盘口下跌 日本大阪于当地时间今天早间7点58分 发生规模6.1级强震 目前已有两人死亡 报道表示 此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早上的7点58分左右 日本气象厅表示 地震震源位于大阪附近的东南方向 震源深度为10公里 截至目前已经有两人死亡 40多人受伤 在大阪地震发生半小时之后 日本内阁举行了紧急记者会宣布灾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出了紧急指示 要求迅速搜集灾区灾情 并联络自卫队做好救灾准备 要关注有无害笑发生的情况 接下来是一条简讯 新西兰时间6月18日凌晨3点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F组首轮的一场焦点战役 卫免冠军德国队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 以0比1的比分 输给了南美近旅墨西哥队 这是本届世界杯爆出的第一个大冷门 同时也是德国队在近36年来 世界杯首修上输球 而且在以往的交锋中 德国队从来没有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输给过墨西哥队 但世界杯就是这么有魅力 在拥有超过60%的控球率的情况下 德国人仍然倒在了莫斯科的土地上 甚至不夸张地说 如果不是墨西哥队的前锋脚软 恐怕德国队还要丢球 不过德国队也不用担心 因为接下来还要两场小组赛要进行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华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TV33 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TV33观众互动微信号 和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会 From the resin of the tree to the hive of the honeybee nature has created a powerful immunity product At Comvita we've pioneered a quality standard which we've called PFL This mark guarantees the potency of our propolis products Every dose contains an optimal level of bioflavonoids and other complex anti-oxidants It's a wonderful natural protective system and such a powerful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immun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GDG土方工厂 明宅土方业的领行军 还用国际先进设备 速度快 效率高 提供明宅商业开地 场地清理 土方搬越 挖坑钻斗 石子挥田 旧房拆除 为您解决土的烦恼 奥克兰土方内加强 GDG土方来帮忙 欢迎致电 092162888 迪连伊甸中心最好规划区域 超平整大地 共2024平米大平地 位于连体洋房和公寓开发区 黄金开发机会 切勿措施良机 请立即致电 阿天元团队 顶级团队 顶级力量 阿天元电话 0274828838